目前是目前裡面我有舊的資料就把他刪掉好了因為之前做的這個把他刪掉一下ok 那我們如果說要做一個品名的這個對就是下拉清單的話那我在這邊呢選取包含欄位名稱 從選取範圍建立頂端列因為他的名稱在頂端列案確定 這個時候他自動幫我產生一個品名對照到哪裡呢A2到A6 有沒有那一樣的方法把地區也選起來從選取範圍建立頂端列案確定自動也會建立一個地區有沒有這個是在B2到B5 那如果說我將來呢希望下拉清單會出現的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B欄選起來 然後呢直接怎麼樣再到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OK 剛剛利用移除重複其實都是在哪裡呢都是在資料而且這些功能其實還蠻好用的常常被用到移除重複嘛對不對 旁邊有個資料驗證 那如果說我要把這邊這一欄的資料當然就是包包含那不過沒關係把它整欄選取 然後呢我如果希望以後 當我在點選的時候會是下拉清單狀態的話 特別注意喔就可以利用什麼 記得就是用資料驗證 這個很方便 其實 來把這個地方資料驗證點下去 那特別注意喔資料驗證之後的話 因為我要把它變清單 它原來是任意值 你可以把它改成清單 這邊有個清單 把它改成清單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來源對不對 你就按一個F3 F3呢就會自動叫出剛剛的那個名稱 你就把那個名稱就是品名的部分按確定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確定之後的話 以後呢只要在這一欄上面 它都會有下拉清單的狀態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的某一個欄位裡面 下面要輸入的都有固定的資料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ok 然後呢當然一樣地區 一樣資料驗證 ok資料驗證 然後一樣把它改成清單 然後按F3 接下來的話一個品名 地區啦 確定 確定一下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在這邊點任何一個欄位 它都會顯示出什麼 顯示出 這邊 ok 就是會顯示你可以下拉清單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 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把這邊摳過去一路重複之後的話 就完成了第一個步驟了 那第二個步驟我希望能夠自動化的部分還有哪裡呢 就是說 當我選取了一個品名之後的話 那它可以怎麼樣幫我自動帶出兩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就是編號 這樣比較方便嘛 不然有時候說真的 每次的話要自己key 也比較容易 第一個當然浪費時間 第二個的話可能也會有key錯的狀態 因為如果自己帶的話自己就比較不會算錯了 ok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它的單價多少 你總部門每次還有一個對照表在旁邊 你key的某選的哪 然後再看一下對照表 最好是自己帶過來 ok 那怎麼樣把這個自己帶過來 這個自己帶過來 那它一定會有個狀態 什麼狀態呢 你也對照表 那你會不會在那裡 我可以想說